形態上我都覺得很接近 不推到很爽的,可以很快的 大家好,祝大家的身體健康 一定要講一下這陣子 我想這個疫症也不只是香港或者中國有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感染不到 聽到廣東話的朋友認真地、嚴肅地 也很樂觀地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依然都不敢怠慢 雖然做不到一個很多主持一起做直播 唯有拍多一些單丁的影片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不要停了 因為無論生活或者外面的情況 多麼艱難,多麼特殊 依然都要繼續去生活 所以我們寧願樂觀 健康一點的生活 綜然你的環境這麼困難 我依然都是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很開心、很平安、很健康的生活 當然,世事有事是很難料的 我們都不知道疫症的病情是怎麼發展下去 但是,只要我們有生命的起色 我覺得仍然是有盼望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覺得疫情始終會好 反而是這件事留多久呢? 最緊要大家留下健康 留下我們的命仔 可以很健康地去看回這件事 然後我們跟我們的下一代 講回我們怎麼面對這個狀況 所以,衷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小心,即是手部衛生 那些注意多些 我相信是可以過的 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SARS 我自己的女兒是在SARS之後出生的 所以,可能很多年輕人 或者如果在看的話 或者當時很小 其實我們當時都是這樣過的 所以,大家有信心 不要Panic,不要恐慌 因為恐慌,自暖陣腳 事情會變差了 好,言歸正傳,講回正題 今天我做一做法就是 講玩具堂 都是在深水評測繼續做COBI 因為都有很多樣板和課回來 繼續去介紹 這次是介紹現代的軍事 vehicle 今晚我們沒有主觀鏡 但是當然後半段 後半段就有個速度 即是很快速 手很快 你也看到整個過程 看到最後的產品是什麼 最終的產品是什麼 所以這段時間我會講講 一些產品的資料 我們今天介紹這一家 Stryker Infantry Carrier Vehicle 簡稱ICV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讀錯的字 這部現代用的裝甲運命車 其實是在很多北約或西方國家 都是廣泛使用的 一輛車裡面可以放大約4-9個冰原 而且本身是一個很絕殺傷力的武器 為什麼呢?因為速度快 有裝甲 還有車上裝了有樓彈炮 有造型機槍 還有一些自動remote RWS 遙控武器系統 所以稍後跟大家講一下 邊拍 是挺厲害的 挺有用的 而且本身它用輪 即是在公路或塔斯路面 其實都可以高速行駛 甚至可以調到八輪驅動 感到馬力 所以是一個挺有用的 現實上的運兵工具 還有一個很快速型的武器 當然我們不希望那些武器 是用在純粹一些殺害生命的事 我們純粹是一個軍事愛好者 或者是職務愛好者 去看這些產品 這個item 我們叫icv COVID就叫icv 不知為什麼這個又可以出個名字 這個就不太明白 剛剛講的車 車仔 這個正式的車型 就叫m1126 先把整個位置蓋起來 為什麼呢 好了 其實看一看車子 就綠色而已 有些人不喜歡綠色 就沒什麼看的 但其實車型 就挺有型的 車型是挺有型的 尖尖的 四驅車 不過不是四驅車 是八驅車 正常是四驅車 四驅車 但可以轉到八驅車 唯一的東西 就是轉不到向 因為正式的 這輛車 就可以 八驅車 獨立轉向 八驅車 都可以轉向 但這輛車 就沒有的 那形態上 我覺得都 挺接近的 就是80分 然後還原到 那當然 積目是有積目的感覺 你又不可以整個模型 有玩法 這個過程 砌得很快 可能兩個小時內 砌完 雖然它有大 480塊的積目 但這架也挺容易砌 因為這架形狀是這樣的 所以就 都很開心 很快砌完 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推介 鞋子 很實正的 讓年輕人玩 在地上推一下 地上推一下 注意衛生一下 桌子 地面推 很爽 很快 年輕人最喜歡玩撞 鞋子 鞋子底部 都頗為堅固 但是有可能 在激烈的撞擊之下 都會脫掉 注意一下 不過脫掉了就是這枝 所以不用太擔心 所以 給小朋友玩 絕對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 當然啦 小的PASS就零計了 好 很多朋友來問 這個比多少年齡 根據COBE 歐盟的標準 這個7歲以上 7歲以上 基本上不會失落口 所以是有小PASS 但是PASS通常都不會太佔 這些佔佔的天線 不用怕 是PVC膠 軟膠 基本上不會刺傷 大個兒子 大個女兒都不會刺傷自己 當然眼睛會刺傷 這個要小心 大人小朋友都要 所以基本上7歲以上可以一起玩 這架運兵車 好 說回了 真正來說 大部份的色 基本色都是這個綠色 這個除了可以玩鹿 推到很快 因為真車很快 100公里最快 另外就是玩開很多門 怎樣多個門 起碼7度門 1度 這裡的正常是 兵員在這裡出出入 就是上下車 因為這個位置 車尾下車是最安全的 所以就不在側面 因為側面下車 是有攻擊的 所以在車的頭對著敵方 在這裡下車是最安全的 好了 但這裡真的坐不住 是坐不住 因為內窗是很小的 因為中間的結構 就頂住了 所以這裡是坐不住 8個兵 人仔 好了 第二三道門 這裡 好 這個呢 其實是連同後來的車廂 這兩道門 這三道門 當然是 怎麼用就大家知道 不說了 然後第四道門 1 2 3 好 好 第四道門 拍了一點 不會看到我的樣子 好 這道門特別一點 它是比較厚的 可能在現實 這道門是有些特別用途的 因為這個是機槍手的位置 可能安全一點吧 好了 這裡還有一道門 1 2 3 4 5 全部動得 不鬆的 倒轉都不會滾 這個 第五道門 好了 第六道門在哪裏呢 就是這道旁邊 這道旁邊其實也有道小門的 我又看到裡面的 車的部分 少少 但其實塞了一個洞 是塞了 看不到什麼 好了 第七道門就是這個近車頭 這個 可能是 我想是Commander用的門 因為這裡似乎是有些 觀察器 網眼鏡的物體 真實 打開就比較大一點 那裡面呢 可以放一個 司機 或是Commander 長程是左軚右軚 我不懂 那就不說了 所以基本上是 1 2 3 4 6 7道門的 起碼沒有數錯 那 喜歡開門的那些就很好玩 那這裡有倒後鏡 有車頭燈 那說回這個 其中的車的重點 我先收回一些門 就突顯了那個武器系統 就是這個 RWS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遙控武器系統 裡面其實是 可能有些 我估計是一些 是不是Sensor 是不是 或者是一些雷達 都可以處理 那就可以 軟控制的 怎樣軟控制 應該在車上 我猜應該在車上 那是不是在外面 我就不清楚了 那 它是做足的 是令到的 那 也模仿那些東西 那抽的東西 就是這樣 挺有趣的 那這支 我不肯定是那支M2 M2HB 還是那支M151 M2 就是一支 就是一支 重機槍 一戰用到現在 那個系統 那個系列 到現在當然是新一些 但是 是不是這支 我回答不到 好像 像M2HB 像M2HB 多於那支 151 榴彈跑 因為這裡看到 它有一個 櫃子 櫃子 也有 但不會那麼大箱 像是MG 這支 好了 這個就是零零射 裝甲車 坦克車的 蓋的東西 比較厚重 好 那組裝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注意呢 我猜是注意那支 那支 注意那支 那支 其實我都會提議 結構的位置 比較用力 所以所有的師兄都說 組裝到手痛 對的 越大隻越手痛 因為要壓下去 男人總是覺得 不安心 事實上 沒有理由 有些隙子走出來 那 當然這個Kobe 那個 開模 這個叫做 註索技術 其實他們已經很高 很高 已經很高超 所以就 基本上很吻合 又不會掉 不會送 隙子都很少 唯獨是 可能鏡頭你也拍了一點 它也有一點水口位 這個我想 全世界都看到的 這些部分 我想不是只有一個牌子 當然差一個牌子 就會吉手 這個就不會的 你看到水口位 可能是磨心了 水口位 不是凸出來的 這些不是凸出來的 都要照說 好了 這次介紹到這裡 要說回人仔 人仔拿著這支 是一支MG 不知道是甚麼MG249 不知道 又不像 又像M4 多一點 這裏 你也知道 植木的槍 都是有血的風格 北約很多時候都輕戴這些劇舞 不單止美國 都輕戴這種劇舞 可能比較輕便 尤其是 不是最前線的作詞人員 或者是機械人員 司機 通常都會有 平時戴的 當然作戰 都會戴頭盔 這個 我就覺得可以做英俊 可能他又不知道 想模仿哪個國家 因為他沒有著名是哪個國家的部隊 但是 這些就是Coby人仔 留意一下 腳仔是有些 倒轉的V型 喜歡不喜歡呢 這件事 但是我最近發覺 他們來的新的二戰的人仔 有德軍散兵 留意一下 應該沒有看錯 有非洲DAK的 德軍 當然有俄軍 有美軍散兵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朋友 注意一下 因為我覺得 看著看著 越看越正 因為有自己的個性 跟其他牌子 都差不多 但是 這個 喜歡的樣子 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但是這個 我想 他出德軍散兵 頭盔出得不錯 可以留意一下 應該一盒有三個 沒有幾錯 平均20元 留意一下 有關方面 可以訂到 或者買到 我自己會肯定 儲回德軍散兵 那個盒 DAK 都會 因為其實他 表情比較多 遲些慢慢 跟大家說 這些 人仔有機會 大家看看 Speed Bill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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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